介紹一下為什麼不做美甲 我有做美甲應該是從2013年開始做 然後一直做到今年的夏天 差不多就做了整整六年 從小工一路做到大工 基本上該會的都會 但是為什麼就不做了呢 我覺得吧有人會問我 做美甲到底掙不掙錢 我告訴你在美國做美甲掙錢 真的掙錢 中國人嘛頭髓漏髓一下 你拿的是不管是四六分賬也好 三七分也好 還有我也做過六四分 老闆拿六工人拿四的 有這種店在布伍克林 一個叫做五大道那邊的 一個廣東人開的 那家是我見過最噁心的 這最死扣的 老闆拿的是六工人拿的是四 這種的店我也做過 然後到後來 我不僅做過廣東人的馬來人的 馬來人so disgusting 尤其是馬來人老闆 這真的是要小心 尤其是紐澤西有一個馬來的 我到時候也會在視頻裡面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怎麼被騙的 開美甲店被騙 是很正常的 沒什麼 美甲店也沒開過 開過 掙不掙錢 掙 為什麼不做呢 太多reason了 太多原因了 我也不想做了 之所以不想做 是因為這個東西怎麼講 真的傷身體 我到現在已經不做美甲有半年了 我有時候呼吸的時候 會不自覺的不敢深呼吸 就是不敢深呼吸 不是因為別的 是那個粉塵啊 不管你的抽氣做得再好 那個抽氣做得再好 那個粉塵的顆粒 你還是會吸到身體 然後你不自覺的 你不敢呼吸 你就會戴著口罩 一次吸一點點 有時候我現在開車 我現在坐Uber 坐全職 開車 有時候不自覺的 就是不敢深呼吸 就是吸得很小口 很小口的吸 因為就怕 可能已經形成了那種習慣 不敢深呼吸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做美甲了 到最後 多多少少身體都會出現毛病 畢竟這個是化學成分 你也不好說 有的人說 哎呀沒事啊 做一輩子也沒見得怎麼樣啊 是沒見得怎麼樣 有的人抽菸還不夠癌症 是吧 但有的人就不一定啊 你的基因裡面沒有這個看體的話 估計 吸多了 還是會有癌症的 因為我接觸的 這麼多做美甲的 有做二十年的 十年以上的 二十年的 我多多少少都會發現 有一些人開始出現問題 尤其是 就是 呃 就這個叫叫什麼 這個地方叫淋巴的 這個這些地方 我覺得可能是跟癌症有關 真的是跟癌症有關 畢竟這個是chemical 而且很多是重金屬 尤其是那個Aston 還有Tina Tina 就是那種西式液 有的人說 哎呀你都沒 你到底有沒有做過美甲 我有做過美甲 我都做到大工啊 我從Acolic到UV膠到Dipping Powder 到各種奇奇怪怪的 我都做過 真的是很傷身體 不管你抽氣做得再好 還是會透過你的皮膚 伸到你的身體裡面 我其實不做指甲很久了 但是我手上莫名其妙的 就會長出這種東西 人家說叫猴子 有的叫做幼 我也是戴手套 我其實很picky的 我是很討厭那種不衛生的人 我都是會戴手套 他不讓我戴 我也是戴手套 不管老闆讓你 讓不讓你戴手套 你都要戴手套 你不讓我戴 我就不做 我就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 我不太喜歡在紐約市中 因為紐約市價格壓得太低 這可能大工一天 100 130吧 應該有沒有130 我現在不知道 我做大工的時候 我一天是有130 這是至少至少要130 冬天 夏天底心在紐約西的話 一個小時車程 140 做到大工 如果像到奧本尼再上去 沒有人了 找不到人了 你自己又未開車 150 跑不掉 這是底心店 然後抽成還沒有另外算 抽成再算進去的話 一天200 200多 跑不掉 我做美甲最多的時候 一個月可以振8500 可以振8500 因為你底心150了 你一天做10個客人 一個客人平均給你5塊錢小費 這是至少5塊錢小費 你嘴巴要甜一點 尤其是遇到那些老奶奶的時候 5塊錢跑不掉 那有人會說 哎呀你幹嘛不做了 幹嘛不做了 怕死啊 首先 沒錯你坐在那邊10個小時 有時候忙的時候 連飯都沒時間吃 上廁所都要跑著去 有時候老闆說 不要急不要急 我給你講 到底真的忙的時候 誰跟你管那麼多 你要嘛就趕緊去吃 要嘛你就是繼續做客人 不停的做 當然有時候 你遇到那種變態的客人的時候 你真的會氣死掉 如果遇到不變態的還好 你做的會心情很舒暢 但是我基本上 喜歡我的客人 一半 不喜歡我的客人 一半 所以說老闆對我也很無奈 然後我之前是在 紐約上周的那個叫做 曹智湖 我在那邊做的時候 我一個月打了有8000多 平均8000多 為什麼有人說 哇你打底星會打8000多 其實我下班之後還有開Uber 我只開Uber沒有開Lift 那時候只註冊了Uber 就是說買玩又玩嘛 那時候跑完馬拉松 回來我17年初 17年初跑完馬拉松 然後回來繼續上班 18年在紐澤西 然後19年我又搬回了紐約 基本上美東都跑遍了 有人說那你可以開店啊 有開過 跟馬來人 和火開過 這個馬來人呢 說來話長 我就長話短說 就是他忽悠你 他這個人住在哪裡 住在那個 Wehawken 門牌號201 Wehawken 門牌號201 是一個馬來人 還有一個聘夫 那個聘夫是一個台灣男的 這個台灣男的也是個吃軟飯的吧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 養了一個就相當於上了年紀的老太太 上了年紀的老太婆 養了一個中年的吃軟飯的肝飯男 這個男的是個胖子 眼睛瞎了一顆 反正大家要小心 這個人是在 美國紐約這邊的 出了名的騙子 他基本上 都會跟人家說 合夥啊 幹嘛 然後騙你進來簽合同 簽完合同之後呢 再以另外一個價格 把這個店賣掉 賣掉之後 你想要拿這個錢呢 什麼可能呢 你就上小和法庭去告吧 小和法庭呢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就是 像這種 你請律師 你也是百搭 因為幾萬塊錢 你去一下律師費 你也拿不到錢 你只能怯氣 那與其這樣子呢 這個錢就當做 給自己的一個教訓 然後 然後 就給他抗癌症 就是這樣子 然後從那之後呢 就是說被人騙了之後呢 我自己就去學大工 學大工 做了大工做了四年 這個做了四年的話 那期間也換過不少店 也有去過弗吉尼亞 越南店也做過 越南店 東北人店也做過 賢州人店也做過 其實 老闆來說的話 說實話 按老闆來說的話 北方老闆 確實會比南方老闆好 大方 北方老闆就喜歡面子 你 你就做完你自己的事 就沒有什麼別的事情 會麻煩你了 人家就覺得 你上完班就可以走 南方老闆呢 就會 所以尤其是福州老闆啊 這一點要 要要要 要 要合力的抨擊一下 我們的福建老鄉 這真的是很大吉 說是福建的 福建其實很大 福建 你看有明北的 明東的明南的 明南的在美國其實很少 基本上都是台灣人為主了 講明南話的都是 在美國這邊 除了台灣人會講明南話 就是講台語的 其實真的能聽到講明南話的不多 我都跟人家說我是廈門人 時間久了 我說我是哪裡的都沒有用 我說我是福建的 人家就會聯想到你是福州的 要麼就是禪惡的 哎呀 真的要鄙視一下這兩個地區的人 但是沒有鄙視這個地區的所有人 這是極個別的 真的素質真的是爛了鑰匙 畢竟沒有接受過什麼文化教育啊 然後教育水平也比較低啊 從小就是父母沒有在家裡 從小父母沒有在家裡 好好教這些小孩 然後出去之後呢 就知道啊 我天天天天天就是什麼 比來比去 攀比啊 你穿加拿大鵝 我就要用門克利爾 你穿椰子鞋啊 我就是要買買買購乞的鞋 我就是要比你們神經病 有什麼好比的 那死了也要比 你沒看見那個長人那邊鄉下 那死了 都反而都要拉去燒了 也要攀比一下 死人也要發紅包 這個那邊是很正常的 所以說路鄉隨俗吧 我對這種事情不抱有任何的意見啊 這畢竟是人家的信仰 在美國人家大家都言論自由 你可以抨擊我 我可以抨擊你 只要大家開心就好 我的視頻都不做簡潔的 我都是一氣合成直接講完 沒關係 反正我知道沒有多少人會看 我只是給自己看 自己開心就好 然後呢 講到做美甲 執照其實很容易的啦 執照有人說那我想去做美甲 我想拿一個執照 執照這裡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執照你其實啊 呃 比試 比試的話太容易了 去那個中文學校 像法拉圣那邊什麼沒家的 除了那個天寧不要去 這個學校不要去之外 其他學校你都可以去一下 多比兩家 他們會給你一個價格 大概就幾百塊吧 把指甲執照 臨時執照先拿 你就可以上班了 拿完臨時執照 安排個時間 你讓你考筆試 考手勢 先考筆試再考手勢 拿了這個執照 執照 執照就是要更新啊 你過期的話就失效了 所以說你一定要keep好你的這個執照 就是說我現在已經沒有做美甲了 但是我的執照我要留著 我一定要一直保持著 因為 不是說我以後會做這家啦 就是說以後假如是說 有朋友啊需要幫忙啊什麼的 哎 我多多少少 我基本上功底還在 因為在美國多學一點東西 不會死 我在美國換過50份工了 頭三年也是被騙做餐館 做餐館是 傻逼才做餐館 做餐館不掙錢啊 做餐館沒出息 開餐館有可能會有出息 但是像我們這種 又不會講福州話 又是福建人 我了個去 那開美甲 有人說開美甲店怎麼樣 可以啊 那就是要有人和你一起開啊 你老婆要會啊 我老婆又不會 我丈母娘會 但我丈母娘又不開店 我學了幹嘛 沒錯啊可以掙很多啊 但是 但是我告訴你只有在外州 美甲店你可以掙這麼多 但是你 但是你這樣子 我想花更多時間陪我的家人 那至少我 我可以下班後回家 我現在很自由啊 我現在開Uber 雖然說掙不多吧 但是一天就兩百 兩百來跨吧 忙的時候可能會掙三百多 不忙的時候差不多 再淡再淡都可以打一百六 一百八 這是最淡的 我不會按別人家視頻裡面吹 到底可以掙多少 開Uber 我等一下下期再講 我先講沒假的 開Uber到時候再說 因為我現在已經開了有 五六個月的Uber 也沒掙到錢 沒掙到錢 我幹嘛還在這裡開 我傻呀 我還有房子要供啊 對不對 然後說沒假 沒假其實 我覺得已經遇到一個瓶頸 太多指甲店 尤其在曼哈頓地區 這個指甲店 我是不建議大家再開了 可以去買個老店舊的 至少這個老店要十年到十五年以上 低於十年的這種指甲店啊 你要想啊 下蛋的母雞 誰捨得賣 誰捨得賣 我家裡有親戚 我寧可給自己的親戚 我寧可給我自己的書呢 我也不會賣給都不認識的人 那就是沒錢 我拿去賣吧 有的指甲店賣什麼 十幾二十萬啊 十幾二十萬 那我還不可以拿這個錢 去外州去開一個大一點 是不是 不要大的 差不多的就好 你以為說大點就一定掙得到錢嗎 不一定 大車就容易掙到錢嗎 也不一定 人家去做美甲 你認真想想 人家為什麼去做美甲 人家不就是為了 趕緊給我弄得漂亮點 你看啊 做個頭髮也是 你說起做頭髮 我就想起啊 在八道道那個什麼 一家一頭髮店 那個不要去 垃圾的又貴 剪什麼鬼都不知道 那我這個頭髮才五塊錢啊 五塊錢啊 五塊錢啊 主要是能夠帥 你知道嗎 怎麼點的好看 沒有啊 主要是什麼 五塊錢跟你五十塊錢 剪出來的效果 差不多 結果五塊錢更好看 我幹嘛要花五十塊 我有病啊 對不對 幹嘛要花這麼多錢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 做指甲 啊 在這家店 至少要做個三五個月 熟悉一下這個老闆的套路 看看有沒有 真的有沒有掙到錢 有掙到錢 那你把它給盤下來 自己做 然後稍微可以加一點東西 啊 不要搞什麼花里花燒的 我雖然說沒有做指甲很久了 但是我對這些套路太了解了 什麼腳上要包paraphone啊 手要包paraphone啊 what the fuck 你搞這個有什麼用啊 我告訴你 你把service服務好了 把價格控制 你有利潤 不要跟周邊的店差距太大 把服務做好了 是不是 你不要搞一些沒有用的東西 什麼是沒有用的東西 就是 你可以給客人按摩 你可以給客人按摩 是不是 但是你不是說每次做完了 就一定要給客人按啊 你真的現在是很忙的時候 你就不要按 是不是 你跟客人聊得好 聊得開心 你就給他按 這個不是強迫你去按的 是不是 你比如說 我給你包paraphone 那有時候小孩子真的不需要包啊 那包了王 那玩樣有什麼用啊 我告訴你 那客人摔倒了怎麼辦 那當然 你有時候你自己的理由 你想包吹你的事 你想送paraphone是你的事 那我是不建議搞一些狐狸花燒的 這些沒有用的東西 把你的工作好 我來做美甲 比如說我來做美甲 我是客人 我就是要把指甲油塗好 顏色塗好 邊邊塗好 是不是 待得久待得老 就可以了 你搞那些 有毛用啊 就像我去餐館吃飯 我他媽就是想填爆肚子一下就走了 哦 你還給我搞一些沒有用的擺設啊 又怎樣又那樣 錢還加了老貴老貴的 幹這幹嘛 不要 你把工給我做好菜給我炒好吃的 同樣的道理 菜超好吃的 我照樣會來 嗯 價格實惠 我照樣會來 搞什麼專修錢 炸在這種沒有用的東西上面 沒有用 我告訴你 就像車子一樣 買皮衣也是做 買普通的低配也是做 發動機都是一款 開上去有什麼區別 沒有區別啊 除非他說他高配的 他避震器不一樣啊 啊 那還好 你把這個錢 用在材料上 把錢用在材料上 買好一點的油 買好一點的材料 給工人好一點的工作環境 一直買舒服一點 做得開心一點 抽氣給我裝上去 這才是關鍵 不要去搞什麼專修大理石啊 哎呀專修什麼牆壁啊 然後買個超大的電視的 我告訴你 沒什麼軟用 有什麼軟用啊 是不是啊 你功夫要好 功夫不好 開毛線指甲店 不要開啦 是不是 這先不講這些了 就是說為什麼 我自己不做美甲了 主要是因為這個 做久了不好 真的不好 多多少少對眼睛啊 對你的呼吸道啊 還對你的身體啊 尤其是 尤其是你這些 整天接觸的地方 它有一定的影響 影響還很深 如果只是懷孕啊 我見過有這樣的人啊 有娘夫妻在這邊 一起都做美甲了 生了孩子 他說我孩子沒事 那好我告訴你 你娘夫妻都做美甲 孩子生了 又送送為國 這種人大有人在 不管是做餐館 做自家 在美國這個太普遍了 我們講的是 我們這些地端人口啦 三等公民 有四等公民 沒事 在美國就是公民 啊 在大陸那個叫居民 居民 沒有任何的權利 你沒有投票的權利 啊 原來說我偉大了 我的祖國 啊這裡 這裡你偉大 你就偉大去吧 反正你是你 我是我 大家分得很清楚 反正這個會在下期的視頻再講 我其他不講別的 就說指甲店吧 如果現在要開指甲店 要嘛就去德州 德州可以去考慮一下買一些越南人 他們轉型轉那個轉行不做了 或者是說去買越南人那種老店啊 你老店可以